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本某公司制造出的各种模具简直不可思议 两块金属能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看不出一点拼接的痕迹 有种天衣无缝的感觉 据悉这种超精密加工能将误差缩小到纳米级别 真的是厉害了 而芯片制造又是世界另外一种超高工艺 指甲盖般大小的芯片能够塞下几十亿根晶体管 集成度相当惊人 现在英特尔台积电和三星三大巨头代表着芯片工艺的最高水准 10纳米的工艺制成越去成熟 7纳米也已经蓄势待发 更新速度相当惊人 这其中的关键还得得益于高精度光刻机的研发 ASML公司可以说是世界的霸主 几乎垄断了所有的高端光刻机市场 每台数亿元的超高售价也是贵得离谱 那么超精密加工机床和高端光刻机 谁能代表制造业的最高水准呢 由于我国在这方面的起步时间较晚和世界最高水准 还有一定的差距 但现在我们正以高速发展的模式进行追赶 在精密机床光刻机等方面 也已经取得了不小的突破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我国的高端制造将走向世界第一梯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 感谢观看